昨晚结束的一场热身赛中,日本3比0祭拜了哥斯达黎嘉,上半场,哥斯达黎嘉球员四百乌龙,下半场,男也拓时,语气不出场,的一龙城也分别打建在成年国家队的手球。 哥斯达黎嘉球员四百乌龙,男也拓时,收获国家队手球一龙纯底深获国家队手球这场比赛是新主帅曾宝一执驾日本国家队的首秀,他在首发阵容中,派出了多名年轻球员,其中男也拓时,中导翔载,唐安律这三位首发的中线场年轻人,目前都在欧洲俱乐部效力。 其中效力和价格罗宁根,唐安律,目前才20岁,他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士林球员,日本队这场的首发,东口顺招,市务城23岁,东京FC。 左左墓下,院藤豪,三浦贤太,23岁,道板钢巴,颠野智章,男也拓时,23岁,萨尔茨导红牛,中导翔载,24岁,普超波尔地盲人,金山敏红,唐安律20岁,和价格罗宁根,小林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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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